昨天晚上这一起地震 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4颗原子弹 台北101用来减缓大楼遥动的阻尼器 百幅高达20公分 这也是十年来的最大晃动 气象局说最近花莲震的少 那么这一阵呢有助于能量的释放 不过台大教授也警告 因为余震有六十几次 那么周边的道路最近有可能会有落实山崩的危险 8点02分这一阵相当于1.4颗原子弹 台北101大楼用来减缓摆动的阻尼器 头一回因为地震出现了高达20公分的摆动幅度 惊人震度吓坏不少民众 不过气象局表示规模6.3的地震 发生在已知断层算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一开始是上下接下来是左右慢慢的摇晃 因为它瑞税香刚好是在海岸山脉跟花东纵谷的那个地区 所以基本上还是板块作用下的能量释放 规模是今年发生的第二大 因为6月份之后地震偏少 瑞税强震有助能量释放 但余震不断 学者也警告周边道路要小心山崩落实 它所影响的范围就是周遭地区 这些山岭地区还有道路 很可能有一些落实 很可能有一些山崩 尤其这个科罗沙裁风 这个今天明天可能带来一些豪雨 那豪雨对这些松散的地层 很可能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 包括台11线台11甲还有台14中横都在强震区的范围之内 提醒民众这几天最好避免经过 把他连接